用這個方式就可以 將你的單眼相機 無線分享到四臺裝置 然後分別給學生觀看 USB顯微鏡同時分享到四臺裝置 USB的文件攝影機 同時分享到四臺裝置一起觀看 無線的分享 各位大家好 我們在做戶外自然教學的時候可能會用到單眼相機來拍這個鳥類拍一些自然生態 那單眼相機的螢幕啊就這麼小 如果你沒有把分享出去的話 那麼學生全部都會擠在這前面看這個小螢幕 有沒有辦法把分享出去讓學生 小組的來觀看呢 我的想法是這樣的 想辦法將這個單眼相機的HDMI變成個無線的 然後呢由多臺的iPad或者是iPhone來觀看 以現在為例我用的是 旧款2014年的iPad Air 然後呢 我也會分享到 第二臺的iPad Pro 然後呢 iPhone iPhone 還有這個 安卓手機這樣子 我們現在就要想辦法將 這個單眼相機的HDMI變成無線的 好這個是 無線的HDMI轉iOS轉換器 連接這個之後 他就會將這個相機的HDMI 轉換成無線的 然後由這個 iPad1 iPad2 還有的iPhone 這些 安卓手機這些 來觀看 好 你看到這邊接口是HDMI的接口 把接進來 可是這種單眼相機啊 他都是micro usb 所以他弄個轉換頭 這個micro hdmi轉成 母做的大的HDMI 把他接上來 好 然後我們把這個接到這個hdi的出來就好了 然後這個轉換器啊他需要電源 這邊有個電源是這個 dc5伏特 你把接進來 弄一個行動電源 這邊有個行動電源 給他電源 這就可以了 大概等個30秒鐘就可以用了 然後呢 在這個iPad這個管理員這邊 去尋找WiFi 這個WiFi是5.8G的 所以你的iPad如果太舊的話 以這台為例這台是2014年買的iPad還可以用 那 如果更早的話 他可能沒有WiFi5.8G那就不能連接了 好就連接到這裡 這一個WiFi的名字叫做rs screen 這個 呃他是5.8G的哦 好連線之後 然後呢打開app app就是這一個rs screen 這一個 然後就打開來 他就會連線了 好有沒有看到畫面 來給你看一下 他是非常流暢的 延遲大概是70ms 一樣的道理 另外他iPad怎么使用 也是要打開管理員 然後連接這一個無線網路 叫做rs screen這一個 然後再打開app 這個打開來 哦有吧 然後因為他太近了所以會有回音 我把那個聲音關掉 好 用這個方式就可以 將你的單眼相機 無線分享到4台裝置 然後分別給學生觀看 剛剛啊我們是分享啊將這個單眼相機的這個HDMI拉出來 然後呢變成一個無線的一個模式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在教學的時候遇到的是像這種USB的 顯微鏡可不可以變的無線啊 這是USB哦 還有這個USB的 文件攝影機可不可以變的無線啊 那當然不行啊不能夠直接連接這個設備 因為他的接口是HDMI 那我們必須要再多串一個wire 就是一個叫做 我們公司做出來的叫做這個 USB 攝影機的dunkin station 他可以吃USB webcam進來之後 轉成HDMI輸出 還有這個還可以錄影 那還有錄是iOS 可是這iOS是走有線的 我們現在知道走無線的嗎 那我們就是 等下的想法就是這樣子 USB webcam連接到這個洞進來之後 他轉換成HDMI HDMI在連接這個出來 這樣子 他就變無線了 我們先用邏輯的USB攝影機做一個示範 先將USB攝影機連到 這個webcam input的地方 然後呢這邊HDMI輸出嘛就連接到這一個 轉換器 那一樣的 這個轉換器跟這個轉換器都要接電源 那我就準備一個 行動電源 這是一般的行動業 我就把它加電進去 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地方也要給他電源 好這樣子 然後你看到這個燈 有藍燈亮了表示說 這個HDMI 順利出來了 他出來之後 經由這個設備再轉換成無線的 好 我們試試看這個裝置 一樣的道理到管理員這邊 去連接wifi 這個wifi大概等 30秒左右 好連接了 好然後再打開這個app 這個rescreen 你看有畫面了吧 這個畫面就是來自於這支攝影機 非常的流暢非常的順 一樣的道理 第二台iPad 安卓手機 iPhone 同時都可以觀看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流暢度是非常的好 我就算我連接的四台 看 延遲非常的低 那當然啊我們不可能接這個邏輯的這個攝影機啊 我們會接的是那個 顯微鏡 好換給你看一下 像這個是 USB的顯微鏡 我就這樣接 USB的洞接到這個紅盒子 接進來 這樣就有畫面了 你看到 這個是 生物的 標本 非常的清楚 流暢度是非常的好你看哦 同一個時間點 這個 兩台iPad 一台iPhone 一台安卓手機都可以同時觀看 那我們也可以換成這個文件攝影機 這款是 愛比的USB文件攝影機 一樣的道理把他 連接到這一個轉換器的USB input的地方 接進來 就可以看得到畫面 看到了吧 畫質是非常的流暢的 這個啊 無線HDI轉iOS的轉換器 可以將HDI的訊號源 變成無線的 給若干台這個 平板裝置來收看 以我們現在為例我們是接了兩台iPad 一個iPhone一個安卓手機 那像這種USB的這個 攝影機的話他本身是USB的輸出 你必須要連接這個 我們公司的轉換盒叫做USB的 Webcam Dunkin Station 然後呢將這USB Webcam轉換成HDMI出來之後 再變成無線的 那當然啊如果你的單眼相機 本身就已經是HDMI了嗎 你就不用再接這個紅色的盒子 你就直接把這個東西 連接到上面 就像我們剛才的demo一樣 就可以讓你的單眼相機變成無線的 同時分享到若干台的這個 平板裝置來 給學生觀看 那這個除了在教學的應用之外 他還可以 讓你的iPad當成個電視螢幕 比如說你連接一個藍光的DVD 或者家裡的第四台 都可以來看電視節目